好 继续来看4G大战 台湾之星开台就打出 599块吃到饱的破坏性价格 来掀起战火 但是呢 讯号好坏到底如何 我们的记者就实际拿了 四家电信业者的4G手机 从西区的新门町一路到东区的信医区 实测看看现在到底哪一家的讯号比较稳 4G新兵台湾之星 利康三雄 4G讯号好坏 实测见分手 第一站我们来到新门商圈 实测结果台湾之星 比三家业者讯号都弱一点点 四家业者大PK从左到右 分别是中华电 台湾大哥大 台湾之星和远传 中华电可是以78妹计压群雄 台湾之星只有26妹 小叔第一回合 但光看数字也不一定准 实际播影片才实在 可以看到一快转它马上就开始播放了 所以没有任何等待的感觉 好 那台湾之星的速度虽然慢一些 所以刚刚等待感会稍微明显一些 来到人潮众多的台北车站 台湾之星的4G跑起来 还有18妹 在四家中名列第三 谁说新兴业者就是肉咖 台北车站比分 最右边的远传4G下载 跑不到10妹 有点腋擦 开车在四驱跑跑灶 也有新发现 那你看我现在这样滑动 其实就是水滑水出来 比较没有那种以前3G的等待感 来到各家号称收训最强的信义区 实际来试试看各家的收训讯号 果然信义区各家表现互不相让 都有20妹 其中台湾大哥大 速度最稳 几乎每个店都在30妹以上 因为用户数有可能影响速度 不过光在地面上还不够看 实际到捷运站内才是魔鬼地雷区 前三家都只剩3G讯号 只剩远传还有微弱4G 八下豪雨 行兵抢士 4G不输人 实测下来互尬三四名 接下来还有4G机的价格站 7寸平板还有陆场高CP值的5寸新机 统统打出搭配吃到宝方案 手机平板零元带回家 4G大战一触即发 消费者把握7天体验期 亲身试用最实在 东森 腾讯 华复乡 陈文杰 台北报导